升幅經過樓市八年標語三倍炒過龍 全城車位經驗塌價潮 自從一零年政府開始推出辣椒 樓市便不斷剛升破頂 炒風於是湧向入場費較低的車位 過去八年車位升幅比樓市更顛 最終因為炒過龍而經驗塌價潮 尤其近於去年摩頂 數入超過三十個車位 如今全部坐艇 雖然近日古樓略為回暖 車位大王廖偉率 以及資深投資者林一明都估計 整體車位今年起碼要跌兩至三成 投資價值大不如前 育資更多精彩內容 請留意最新一期東周行